大陸P2P網貸平臺接連爆雷 大批受害者在互聯網發起了萬人行動 計畫8月6號到北京上訪 因此遭到中共官方的獎勵解放 部分受害者在到達北京前 就被中共民警和特警解放 部分請願者在到達北京旅館後 遭到公安半夜破門帶走 8月6號早晨 中共在銀監會附近 佈置了上千名警力 約120輛大巴 並在路口和地鐵站盆查 發現請願者就拖上大巴 原定於8點半的請願集會 被當局鎮壓阻止 部分請願者隨後被送到酒精莊 訪民黑監獄 面臨遣返 今年上半年 大陸700多家P2P網貸平臺接連爆雷 有統計稱受害者達千萬人 涉及資金數千億 不少投資人的畢生積蓄血本無歸 但地方公安在立案偵查等方面 被指普遍存在推諾 拖延現象 受害者被迫前往北京請願 又遭到中央層級的鎮壓 你到底是誰跟你們下法的命令 跟你下達的命令不讓我們去 到底是哪一級別的 官方為事還是從上上法為將的 近年出事的P2P平臺 不少曾經獲得官方背書 例如唐曉生平臺 公開資料稱有國資背景 母公司曾獲得上海市2017年度 诚信創建企業等官方獎項 因此贏得投資人的信任 然而該平臺6月初事後 當局宣稱其犯罪性質是非法集資 按照大陸現行法律 公眾參加非法集資不受法律保護 損失不得要求政府和司法機關承擔 P2P的受害者認為 中共推卸監管責任 大陸多個金融受害者的維權群 已被當局永久封殺 金融奈民也在思考如何繼續維權 防守 人呈成 安全 普遍 公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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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